赖清德520上任总统 首颇府院党人士成行 行政院长在由民主党前主席 竹龙泰接任 副院长曾理军 秘书长龚明新 而总统府秘书长由潘孟安出任 民主党秘书长则是由林又昌接掌 每一位被媒体所点名的 都是一时之选 都是战将 都是强将 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新内阁 能够强强联手好上加好 我们就是给予非常正向的期待 或许因为 左龙泰的个性比较温和 他可能现在 这个他的总统也没有过半 国会也没有过半 用这样的 比较左龙泰的低姿态 来出任各国 他或许是他的用意 至于国安团队布局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也望成为第七位文人国旁部长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 将回任国安会秘书长 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简 可能接任外交部长 我知道顾立雄在担任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对金管的解决问题 金融创新方面 都有他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国家发展是正面 我希望他也带着这样的 比较有开创性的想法 然后解决问题的这种想法 去按照他所受的法学素养 去做国防部相关的这种证物 就我理解顾立雄学在国安会民修长的时候 跟整个国防部整个体系的一个革新 有一定程度的琢磨 那由他来接轨 整个国防部的这一个人选的话 我觉得不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棋 民进党中央表示 相关团队人士都在征询安排中 如果完成团队组建 将会正式召开记者会向国人报告 新唐列治林家伟 刘兹营 台湾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借兹